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一 您现在收看的是国语晚间新闻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先来看本地方面的消息 一家独立咨询公司日前建议多市市府 应该削减一部分由公共雇员和基础设施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 范围将包括收集垃圾 铲血以及净化饮用水等方面 一起来看报道 这家独立咨询公司公布的这份长达44页的建议书 是市府持资300万加元寻求降低运营成本方法的一个部分 这份建议书提出 96%的市府服务是维持多市正常运转所必须的 而剩下超过3%的服务项目则被列入可以减少投入的范畴 一些具有较大节约开支潜力的服务包括 减少为自行车设立的基础设施 以及取消回收小商业垃圾服务 其次是减少垃圾转换为再生资源的费用 以及向沿街活动主办方收取许可申请费 而最令人费解的一项建议 则是取消在2013年提供净化饮用水中的佛化物的计划 这无疑会对民众健康造成影响 市府将在18号召开会议 对这份建议书进行讨论 从今天开始 多伦多公车局的乘客将不用再在马路边苦等公车了 如今乘客能够通过网络或是手机 短信随时随地地获取GPS跟踪的准确巴士到站事件 从今天起 TTC乘客可以使用手机在nextbus.com上查询公车到站的时间 另外乘客还可以将他们所在的公车站号码 用短信发送到898882 随后便可收到下辆公车到站时间的回复短信 而每一部手机在12小时内最多可以发送10条查询短信 这个新的系统是利用GPS来跟踪搜寻公车的位置 同时计算出巴士到达下一站点的时间 这期多市总共有TTC公交车站9300余个 还有超过800个公交车站位于大多区内的其他市镇 两年前一名22岁的男子被人群殴致死 凶手至今依然逍遥在外 杜伦多警方今天宣布悬赏5万家园 希望目击者能够踊跃地站出来指认一番 死者Christian Phanapolin2009年7月 在多市东区的格拉摩根公园打完排球后 被一群男子殴打致死 警方称斗殴双方曾发生过口头争执 而且双方都是泰米尔人 案件的调查人员表示他们已经接到一名举报 指认打死Christian的一犯 但他们需要目击证人站出来来证实这条信息 安省省警今天展开第二轮驾车时使用手机 以及分心驾驶的严打行动 呼吁广大司机在驾驶时不要使用电子通讯设备 或进行其他任何会导致分心驾驶的举动 省警今天开始展开的严打行动 名为一手打电话一手拿告票 不单是驾车时打电话发短信 在行驶过程当中因为调试收音机 进食或者在车内寻找物件的司机也会被截停 行驶中使用手机会引致高达155加元的罚款 而不小心驾驶的罚款金额从400到2000加元不等 去年安省共有8522名司机因为驾驶时使用手提电话而被检控 而去年有超过7000起交通意外是由分心驾驶所导致的 其中造成35人死亡 受伤者更高达1000人以上 我们再来看安省的大尼亚加拉以及周边地区 5月底爆发了C difficile疫情 经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已经有三间医院消灭了疫情 然而贵湖 圣凯瑟林斯 密西沙加市 以及周边区域其他的医院仍然在和病菌作斗争 C difficile传播广泛 大约有5%的人常年带有病菌 这种病菌主要攻击长者和体弱多病的人 如果这些人服用抗生素类药物 便会引发严重腹泻 在一般治疗方法无法控制病情时 一些医生就会对患者实施一种名为 粪便移植的疗法 粪便移植顾名思义 就是将健康人的粪便移植到感染C difficile患者的肠道 你增加患者肠道内的正常菌群抵抗病菌 尽管这种疗法在临床证时有效 但是由于缺乏理论支持 许多医生不愿在患者身上使用 而且目前加国的许多医院 也不具备实施这种疗法的设备 安省自5月底爆发疫情以来 总共有大约100人受到感染 20人死亡 安省卫生部门官员表示 要彻底解除疫情可能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 爆发疫情的医院在消灭病菌之后 还要再等待30天才能宣布疫情解除 国际方面的消息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今天发布消息说 超载的保加利亚号游船 在福尔加河沉没之后 目前已经打捞出50余具尸体 而且死亡人数估计还会进一步的上升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长说 找到更多幸存者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 这意味着再有208人的游船 除了80名坠河后不久 被途经的另一艘游船救起的幸运游客 其他128名乘客可能全部死亡 1955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建造的 保加利亚号双层游船 10号在暴雨期间 在福尔加河距离岸边3公里的河谷比水浮水 故水域沉没 据俄罗斯调查委员会 福尔加河沿岸地区交通事故调查局透露 游船出发前 主发动机已经出现故障 而且当时船身向右侧倾斜 这是克伦失事的原因之一 此外该船还严重超载 登船208人 远远大于准许承载120人的数字 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宣布 12号为全国哀悼日 并要求俄调查委员会成立专门工作小组 以查明克伦沉没原因 及事故主要负责人 继续来关注英国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 据英国每日静报今天的报道 世界新闻报的记者 曾企图付钱给一名纽约的警官 要求取得2001年911事件受害者的私人通话记录 每日静报引用不具名消息来源 指出世界新闻报记者 曾想取得911事件死者的电话号码 以及他们生前的通话细节 消息来源指出 遭记者行贿的警官现在担任四家侦探 他说他当时拒绝了记者的要求 因为这样做非常难看 据美联社的报道 英国副首相克莱格 今天已经要求新闻集团总裁莫多克 重新考虑收购天空广播公司的行为 克莱格称 在莫多克新闻集团旗下世界新闻报 爆出窃听丑闻之后 英国民众对新闻集团流露出反感情绪 因此建议莫多克做体面和明智的事 并重新考虑收购决定 克莱格是在与被劫持谋杀的13岁中学生 米利的家人会晤后做出此番表态的 上周媒体报道 世界新闻报曾在2002年 在这个被害女孩家人疯狂寻找她的时候 窃听了她的手机 而对收购负监管责任的文化大臣亨特 今天也表示并不想对天空广播做出匆忙决定 我们再来看 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再次敦促共和党 合作达成削减赤字和提高债务上限的协议 他同时表示 美国不会在法定义务上出现违约 奥巴马今天在白宫与国会两党领导人 就削减政府财政赤字和提高公共债务上限 进行近期内的第四次磋商 他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 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应当抓住债务上限谈判的机会 对美国的长期减赤行动做出有意义之举 奥巴马从6月下旬开始亲自协调 两党削减赤字的磋商 截至目前 两党在增加税收 削减赤字的内容 以及提高债务上限的实现等议题上 仍存在分歧 截至到5月16号 美国联邦政府已经达到法定的 14.29万亿美元公共债务上限 如果国会不能在8月2号前提高公共债务上限 美国将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昨天警告说 美国如果出现违约 会对全球经济稳定造成冲击 据印度媒体今天的报道 10号在印度北方邦和阿瑟姆邦 各发生一起客运列车出轨事故 共造成300多人伤亡 其中在北方邦发生的列车出轨事故 已经造成至少69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 目前火车内 被困的乘客搜救工作已经接近卫生 而在阿瑟姆邦 一客运列车因遭到炸弹袭击而出轨 造成至少100人受伤 其中20人伤势严重 孟加拉吉大港附近一条山路上 今天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一辆接送学生的公交车翻车 造成至少42名男学生死亡 当地警方表示 车上所在的学生 刚刚参加完足球比赛 正在返回的路上 而发生车祸地点距离首都达卡 有240公里远 孟加拉国公路交通部 此前曾经指出 该国每年因车祸而死亡的人数 大约是4000人 车祸主要由道路状况不佳 以及司机违章驾驶所致 塞浦路斯国民警卫队 一海军基地 今天发生一起爆炸事件 造成至少12人死亡 事后 该国国防部长帕帕科斯塔斯 已经递交了辞职书 并且得到了总统的批准 除此之外 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菲亚斯 还接受了军方另一名 高级指挥官的辞呈 据悉基地内 有两个装有炸药和弹药的箱子 发生爆炸 爆炸的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国际新闻到这里 现在时告一段落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中港台新闻为您报道 习近平 陈炳德 分别会见到访的 美军参联会主席马伦上将 中美军方达成多项共识 李登辉设计的安全密账案 被移送台北地方法院审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